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在研讨会议中 如果穿会者每个人都轮流提问 你觉得半小时以内 每个人能提出多少个问题呢 通常情况下 提问者需要思考20秒 表达也需要20秒 被提问者回答又需要20秒 所以能够在一分钟完成一次提问和回答 已经算效率很高的了 也就是每分钟只能提出一个问题 但如果使用问题爆炸法 每分钟每个人就能够提出平均3.3个问题 也就是说30分钟以内 就能够提出至少100个问题 我先讲一个问题爆炸法的一个实际案例吧 有一次我带着师同小组成员 去我们一个会员老江的一个企业开研讨会 老江企业目前的一个现状是 部分高管能力一般 导致所负责的业务项目业绩比较差 严重拖了企业的后腿 所以老江当时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 怎样提升这些项目业绩差的项目负责人的一个能力呢 他给我们介绍了企业的一个背景情况以后 我们就进入了提问环节 接下来我就把这一个特别的提问方法分享与你 问题爆炸提问法 是由麻省理工学院领导中心 MIT Leadership Center执行主任 哈尔·格雷格森提出的 要求在一定的时间限制以内 参会者围绕某一个困惑 只提问题 问题提得越多越好 而被提问者需要仔细聆听所有的问题 而不马上给予答复 目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最多的问题 那在会议中怎样使用这一个提问方法呢 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背景 首先选择一个你十分困惑的难题 还记得之前在 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 这一刻说过的A类问题吗 你选择的难题 一定要让你夜不能寐 或者想起来就让你心跳加速 感觉苦恼 希望大家为你指点迷津 需要注意的是 参与问题爆炸法的人员 最好是来自于企业的不同部门 因为他们会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 去看待同一个问题 甚至也可以邀请行业外的人参与提问 因为他们不会受到行业固有思维的一个束缚 可以帮助你重新审视问题 问题爆炸法的第二步 就开始爆炸性的提问 爆炸性的提问 要求最短时间内提出最多的问题 这对提问者很有挑战性 当时我们有14个人 在三分钟内 平均每个人在会议上提出了七个问题 而且要求提问简洁 不能重复或者类似 下面为了方便你理解 我把具体的问题做了归类 然后把几类能够引发思考的提问 方向给你 比如属于市场内的提问有 业绩差的项目市场 竞争情况怎么样 项目业绩差 你觉得是市场和客户人群 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属于客户体验类的有 项目团队对客户的具体需求 有多少了解呢 业绩好坏 只是指任务的一个指标达成 那客户其实最关注什么呢 属于目标设置类的有 目前对项目目标设置 除了收入还有其他什么 这些目标设置全面系统吗 你怎么看目标的一个合理性程度 那属于团队搭建类的有 项目除了负责人以外 项目团队还有哪些关键岗位 是比较影响业绩的 都说是项目负责人的责任 那其他团队成员 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属于角色职责类的有 总部相关的管理人员 和业绩比较差的项目团队 职责界定清晰吗 他们之间彼此协作和依赖程度 又是怎么样了呢 属于培训和发展类的有 你们在企业高潜人才梯队 建设这一个事情上 从一到五分评估 五分为最高 目前是几分呢 对整个项目团队 有没有做过人才盘点呢 效果又是如何呢 属于绩效评估类的有 项目绩效评估体系是怎么样的 谁来评定项目负责人 是否合格呢 总部对业绩差的项目负责人 多久做一次绩效评估呢 沟通频率是怎么样的呢 最后属于管理模式类的有 一些项目有没有考虑过 和当地的一些 竞争对手公司进行并购呢 现在总部对各个项目的管理模式 还能如何改进呢 具体是哪些部门制约了 项目业绩的提升呢 好 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 问出这么多的一个问题呢 分享给你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 提问者不解释为什么这么问 而且提出的问题要惊人 即使引起争议也无妨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要鼓励提问者充分提问 而取消提问数量的一个限制的规定 提问者就不用多计较提问的质量 不要考虑是提封闭时的问题 还是开放时的问题 也不必考虑提问是否合适 听起来是否出格 重要的是能迅速地提出问题 这恰恰也是检验每个人提问能力的 一个最好的时候 为了方便你理解 我挑选了一些听起来有挑战性 能促进对方深思 甚至直击灵魂深处的一些提问 分享与你 比如项目业绩和经理的能力 有非常大的联系吗 这些项目负责人不行 你本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 有没有考虑过 请项目的核心客户 做业绩提升的顾问呢 项目负责人不行 直接提拔这些负责人的下属 当项目负责人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是你解决 而不是靠更资深的HR 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怎么通过总部体系化的建设 从而达到降低对项目负责人的能力的要求 进而提升项目业绩呢 怎么样做好企业高潜人才TD的建设 从而可以为未来的业绩迅速增长 提供保障呢 那关键因素第二个是 在提问的时候 被提问者先不要回答各种提问 这种方式对被提问者是一个考验 因为一般人听到问题都会急于表达看法 尤其是被问到一些挑战性的问题的时候 被提问者可能会感受到被误解 甚至会感到有一些难堪 但问题爆炸法要求不能立即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开会的目的就是要集市广益 往往自己能够立即想到的答案 一般都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更多的专注聆听 其实就是为了老江开拓新的思路 那接下来是第三步 重新界定问题 发现自己的盲区 这个环节啊 老江根据现场的记录 回顾刚才所有的提问 看看哪些提问给他带来了新的洞察 他将有可能从提问中发现自己的盲区 从而为困惑找到新的解决思路 接着老江可以选择三个自己感兴趣 和过去自己思考方式截然不同 甚至听起来有些不舒服的提问 来进行澄清和回答 澄清就是需要请教问题的一个提问者 这个提问具体是什么意思 当时老江重点选择了以下三个提问 第一 怎么样做好企业的高潜人才梯队建设 从而可以为未来的项目业绩迅速增长 提供保障 第二 现在总部对各个项目的管理模式 哪些地方值得改进 具体是哪些部门制约了项目业绩的提升呢 第三 有没有考虑过请项目的核心客户 做项目业绩提升的顾问呢 这里特别提醒你注意的是 老江为什么会选择这三个问题呢 为什么他们重要呢 你可以复习一下上节课学习的 连问五个为什么的提问技巧 这样就可以帮助你从深层次找到选择这三个问题的真正原因 思考他们和核心困惑的关系 重新界定问题背后的本质问题 最后第四步 就是要围绕新界定的问题 参会者分享和建议 当事人老江采取行动 你还记得刚开始老江的核心困惑是什么吗 那就是怎样提升企业一些项目一级差的项目负责人的能力呢 经过上述的一个提问 老江认为开始的困惑不是真正的核心本质问题 而真正的源头问题应该是 怎么样做好企业高潜人才梯队建设 从而可以为未来业绩迅速增长提供保障呢 一旦老江重新界定了问题 刚才的提问者就依次给了老江相关的分享和建议 而给出建议之后 务必要做好后续的跟进 必须制定未来短期内的一个行动方案 所以我们对老江又开始了提问 比如我们问他 老江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以内 你会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总之不要考虑怎么做更简单更舒服 要带着创新的视角 关注要做的事和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条件 最终我们花了30分钟 问了100个问题 而老江选择了其中7个问题进行了15分钟的答复 我们又花了15分钟 重新帮助老江界定他困惑问题背后的问题 最后大家对新界定的问题进行了建议 老江也围绕我们的建议 制定了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整个会议全程非常高效 无论是老江还是川会者都觉得这次会议形式非常好 是历次会议中效率最高的一次之一 下面我们来小结一下今天学到的一个内容 这节课我主要讲了问题爆炸法 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限制以内 与会者围绕某一个困惑 提出大量的问题 而被提问者先不用回答 先仔细聆听所有的问题 在最短的时间以内提出最多的问题 那实施问题爆炸法的四个步骤为 第一步确定背景 选择一个十分困惑你的难题 第二步开始爆炸性的一个提问 第三步重新界定问题 发现自己的盲区 第四步围绕新界定的问题 参会者分享和建议当事人采取行动 在进行问题爆炸法提问的时候 有两个注意点 第一提问者不解释提问的理由 而且提出的问题要惊人 即使引起争议也无妨 第二 在提问的时候 被提问者先不回答各种提问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 我们将开始进入五大提问场景练习中的 第二个场景练习 上级启发下级 下面是本节课程的思考和实践 如果你是企业的领导或者上级 你怎样可以在会议中实施 问题爆炸法 鼓励所有的与会者积极提问呢 你应该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体现什么样的一个领导力 或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才能激发现场提问热情呢 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在评论区间中的一位置讯auf